这一节的环宇大话题要来关注的是 西方国家是否会禁止俄罗斯的能源 那么西方国家其实针对俄罗斯的制裁 是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 那么由于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 占出口的重要比例 因此呢是考虑要禁运俄罗斯的石油 那么对此呢 其实俄罗斯的副总理他叫做莫瓦克 他就提出了警告 他说如果禁运俄罗斯的石油的话 可能是会造成一个全球性的灾难 因为油价可能就会瞬间飙涨到难以控制的地步 可能就会超过300美元一桶的价格 甚至还有可能比300美元来得更高一些 诺瓦克更表示了 其实欧洲国家他们想要寻求快速填补 禁运俄罗斯石油之后 造成的能源进口的缺口 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完全替代的时间会需要花上一年以上的时间 而且欧洲的进口油价 到时候只会价格变得更贵而已 那么虽然呢 英法德跟这个美国四位领导人 他们都是表示说 他们想要进一步的制裁俄罗斯 就包含了 其实他们就是希望可以说 要禁止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 不过在这个部分 其实四国的领导人 他们的意见是有稍微的分歧一些 因为美国呢 其实他是最大的产油国之一 所以进口的俄罗斯原油 本来就是相对比较少一些 不过呢 德国总理萧姿 英国首相强生呢 还有荷兰的首相旅特 他们三位都已经表明了 欧洲目前呢 是没有立即的能源替代供应的来源 所以等于说是不可以贸然的禁止 俄罗斯的能源进口来作为制裁的手段之一 那么其实俄罗斯供应欧洲呢 有40%的天然气以及30%的原油 那么随着欧洲现在加重制裁 其实很多人就已经开始担心说 如果俄罗斯真的一个生气就切断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的话 那么欧洲该怎么办呢 因此德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一样都是誓言要透过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来摆脱一些对俄罗斯能源的束缚 但是政府都强调这个转换的过程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身为欧洲最大天然气消耗国也就是德国 他们就决定了要新一个立法草案 就是沿你呢将会要100%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目标要提前到2035年 所以等于比他们之前的目标还要再提前个5年左右 那么这个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所以这个意味着德国要实现零碳电网的预备时间 是从18年现在缩短为了13年的时间 提速是超过了30% 而且不是只有德国一个国家 其实欧洲呢整个都是在快速的走向新能源 那么在国际油价现在已经突破一桶110美元了 其实各国的政府最近也是开始密集的为新能源汽车来站台 那么随着现在电网是逐步的脱炭 其实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就意味着德国等等的欧洲国家 其实他们离整个能源全面的本地部署又是更接近一步了 那么能源的问题其实长期来都是国际关系的一个热门的话题 因为化石能源其实在全球是分布相当的不均 所以地理位置又和地缘政治是有关系的 这些主权的国家可能都是有一些关联的 那么能源汽车的背后往往就会藏着各种的主权博弈 以及甚至就是内后的部分 那么乌尾的争端背后的手段来看 其实新能源这个新字呢 就是有这种工程的意义和环保的意义 也是有明显的主权政治的意向 那么某种意义来说 其实新能源是让能源摄取本地化分散化 让能源跟工业的关系不再是有权力意义上的上下级之分 所以整个乌克兰的局势之外 其实围绕着能源主权的战争会持续的更长久一些 那么欧洲现在正智力变成最后一次能源话语权的争夺战 以上就这节的环宇大话题 再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环宇新闻主播孙宇玲 现在只需要180秒 你就能掌握最新国际新闻动态 立刻打开你的Apple Podcast 搜寻环宇hashtag关键字新闻 并点击右上角加 就能收到第一首国际政经科技即时新闻 需要我们频道 记得点选五星以及留言 跟我们互动哦 环宇关键字新闻Podcast 让你一天一hashtag聊天不Lag